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苍穹星空为天之顶 琉璃宝塔与天相辉映 琉璃塔的白天是广阔壮丽 夜晚灯火通明金碧辉煌 是周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这琉璃宝塔高达78.2米 通体琉璃 它内外置有长明灯146盏 自建成到衰毁一直是中国最高的建筑 名气是一度给它红到国外去 像是英国伦敦的皇家植物园 就一座西元1762年 英国人模仿的山寨版秋元宝塔 还有西元1721年出版荷兰的 尼霍夫游记也描绘了这座标志性的建筑 而宝塔所在的大鲍恩寺 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佛教寺庙 其前身是东吴赤屋年间建造的 建出寺及阿语王塔 我们立马来给它参观这 与灵谷寺 天际寺并称为 精灵三大四的大鲍恩寺 大鲍恩寺近于民永乐十年 是名称组为报父母养育之恩 专门建造的 几近时光摧残 四回强灭 本世纪在当地政府发掘重建之后 才有现今规模洪广的园区 2007年考古专家对大鲍恩寺的遗址 进行了考古和发现 那么考古到了2008年的时候 在明代大鲍恩寺的遗址中间 发现我们的地宫内居然有水粒子 所以说当时在我们的考古现场 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关注 大鲍恩寺地宫的发掘过程 让各界惊讶不已 考古过程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其中最大的亮点之一是金弓戏雕 专有宝石的七宝阿玉王塔 这些文物基本上都是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一层套一层的 待会儿大家能够跟随镜头 看到这些石含 铁含 阿玉王塔 金冠银果 大小银含等等 一层比一层小 最里面是舍利子 层层把我们的舍利包裹一藏起来 大鲍恩寺的珍宝 不只有珍稀文物顶鼓设立 还有其现代建筑技术 匠师工艺与大臣的琉璃宝塔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被称为南京最美的一道门 叫琉璃拱门 这个拱门当时是放置在 古时候大鲍恩寺的琉璃宝塔上的 当年的宝塔上 一共有64个这样的门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门 只是琉璃塔上一个非常小的构建而已 其实相信很多游客朋友们 非常感兴趣的是 这个琉璃到底是怎么烧的 琉璃塔是怎么烧的 据说当年的琉璃烧制工艺 非常困难和复杂 建造师朱棣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每种琉璃构建烧制了三份 一 一份用来造琉璃宝塔 另外两份埋在地下以备不时之需 并且编上了序号 大鲍恩寺的重新修建 展现了各种巧思 光结构塔除了能够保固地宫 也重现当年宝塔风华 而馆内展区更将文物与清静艺术融合 充分运用声音与光的变换 让人仿佛走入了一四季 陵木繁茂环境清幽 自古以来便是佛禅盛进的牛手山 在西元2015年时有了另一重身份 在大家眼前看到的便是我们整个景区 最为核心的建筑叫做佛顶宫 它修建在以前西风被挖毁的一个铁矿坑里 也是国内首个建在废弃铁矿坑里的单体球体建筑 可以看到整个佛顶宫的外观有两个部分组成 右侧您看到的是小穹顶 小穹顶就像是佛陀的发迹头顶上的部分 所以象征的是智慧 同时也爱欲在佛顶宫内 供奉有释迦牟尼佛的顶骨设立 在左侧各位嘉宾看到的是大穹顶 大穹顶依附在以前西风的残地之上 顺延而上往上修建 修建了以前西风被挖毁的一个残壁现象 整个大穹顶就像是一件袈裟 覆盖在小穹顶之上 寓意通过袈裟是可以保护设立的 来到牛首山 漫步在幽静的山景中 欣赏古今合一的当代建筑 也透过展区 犹如艺术品的陈设 体会到佛陀传奇的一生 千火遍打通了地下三层 它距离地面一共有33米深 内部近高28米 整个空间向人们集中 呈现了一个非常庄严殊胜的佛国世界 最核心的便是中间的设立大塔 在古时印度时 一般都会将设立供奉在塔中 所以在我国有建塔如建佛的说法 我们就用这座塔来象征大日如来佛 目前在塔厅里也是供奉有设立的 供奉的叫诸圣设立 诸即多 圣就是圣人 也就是说很多位高三大德的设立子 当时一共出谱了3298枚 我们将其分成九份 每一份数量不等 颜色大小均不相同 仅趋于2016年2月4号 迎请了36枚 就长期供奉在佛顶宫内 除了诸圣设立 牛首山的另一项珍宝 是在西元2011年重现人间的佛顶谷设立 当时据佛经当中记载 释迦牟尼佛涅盘之后 留下了身体很多部位的设立 比如头顶 肩胛骨 牙齿 手指等等 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佛设立 总共有四枚 除了您眼前这一枚 还有一枚上牙设立 在北京灵光寺 佛右手中指 在西安宝基法门寺 还有下牙 在斯里兰卡佛牙寺 所以您会发现 四枚佛设立 有三枚都在中国 也奠定了中国 在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地位 这枚设立 从它一藏到地宫当中 到它出土 是整整好一千年的时间 一年不多 一年不少 也可谓是佛源之至 佛源所在 除了与佛教有着千年齐缘 作为大陆四大古都之一的南京 2500年的建成史 故事多 文化幽远 故事情怀和盼 无数文人末刻 在此舒感情怀 这就跟南京夫子庙 很有关系了 我们整个景区 都叫做夫子庙 情怀风光带 也就是说 我们整个情怀区 都依据咱们这个夫子庙 而建成的 而夫子庙 它起到的意义 就是等于是 说是串联我们整个儒学文化 它等于一个儒学文化的 一个中轴线 南京夫子庙 始建于宋仁宗 仅佑元年 超过千年的历史 从古至今 都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北有山东 曲服孔庙 南有南京夫子庙 其实呢 即便是孔子 周游列国的时候 他也并未到达过南京 那么南京这里 为什么会建成夫子庙 并且这么有名气呢 是因为呢 古人要学习 他们必须经过 尊孔和入学 所以说呢 孔庙就是起到了个 教育和教化世人的作用 除了敲钟 求吉祥 更有不少考生 像我们一样 临时抱佛脚 孔庙还真的 有佛脚可抱哦 这边呢 孔子的衣袖部分 和双脚部分 已经被摸得正光瓦亮 这是因为 在我们南京 有这样一个说法 说摸摸孔子的衣袖 上哈佛 摸摸孔子左脚上清华 摸摸孔子右脚上北大 所以呢 每在考试前夕 就会有很多考生家长呢 带领着考生 一起过来 抚摸孔子心童雕像 以祈求 得到一个好的考验 震惊八百地 请玩夫子庙 加持智商 紧离夫子庙的街区 除了感受 江南水乡韵味 重点是要 常常情怀小吃 看太多会饿 长肥咯 所以给你瞄一下就好 晚上还有一场好戏 就是 陈化芳 唱油情怀河 拿比奇小酒 银丝作对 我少去看看 我们下次见